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日 星期一是10月份第一个交易天 承接9月份的跌势 开局始终反复略为大远 加上上个星期五 美股大幅度急跌 所以令到今早的市 也曾经一度创了今年的新低 幸好是沽额并不是排山倒海来 所以指数直到现在这分钟 仍然站在17,000座的水平 不过关口的防守性已经很危险 先看指数 早市恒指先低开172点到17,050 曾经轻轻反弹到17,252点 但没办法再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很薄弱 加上零碎的沽额再涌现 结果整个大市又再转转反复 直到11点半左右 指数已经一度低见17,010 其实17,050的防守性已经受到考验 从走势方面来说 由于今天是10月份第一个交易点 到底是先低还是先高 是很难去判断 不过按照现在的市势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恒生指数很大机会在10月初旬 轻轻先向下稳低位 不过到底跌势会有多少 跌幅有多明显 暂时来说很难判断 事实上从一个记录上来说 6月28日指数是22,449点最高 转转反复跌至今年的低位 17,010 其实中期跌浪累积的跌幅 已经有5,439 这波幅不算少 问题是现在没有特别利好的消息 或者弱引出来 所以就算想回补 想博反弹的卖本 心态都是很保守 这个难怪的 因为一旦17,000点的防守性有失 下一局支持可能16,800 16,500甚至乎更加低 因为越跌市场的避险情绪就越高涨 去到后期可能有一些 不是太理性的抛售 等同早前一路磨住在19,000左右的水平 一旦跌穿了今年3月15日的低位 18,235点 那下的反复就会相当明显 好了 7月是先高后低 8月也如是 9月也如是 已经连跌了三个月 10月份 会不会在一个一片淡风当中 稍微有些稳定 或者作一些技术上的反弹 又好视乎到底后续有些什么 利好的消息或者弱引出来 我总是觉得 10月份在初旬的时间 是会尽一步反复 但是你说 来到现在这一刻 先去做淡的话 真是有少少风险 等同去到2万2千多年 才去追货的话 有些都是抢包衫的感觉 是一样弱 至于博不博反弹 就真的见仁见智了 我自己就认为 小小的买下去 看看对不对 其实问题就不大 反正输资产都是1、2千 或者2、3千元 总之就不要全身投入 如果对大市仍然没有什么信心的话 觉得仍然都会再进一步行 採取官方态度也都无可厚非 因为事实上 就算是有少少回升 都可能是有波幅 没有升幅 没有反弹 没有大升的格局 暂时初步的阻力就是十天线 大概在1777点左右的水平 升践有衍生工具 跟大家分享 今天讲的是 盈富基金的扩论24411 行使价是$22 都其一是明年12月 都比较长 实际的光光大概是5.9倍 200 盈富基金如果是$17.7 24411 大概是$8.8 假设盈富基金能够升上$18.5倍 24411 应该可以有机会升上$1.18 潜在的升幅大概是$34.1 相对来说 如果盈富基金再一步手额 低下$17.1 24411 也会跌到$6.2 潜续跌幅大概是$29.5% 相关资料是由升跌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 24411 这支盈富基金的call论 街货和条款是怎样 卡进去升跌网站 就会看得很清楚 deutschen讯本 剧 pointless 2 多说 巨峰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